2019年通过两档综艺节目 来自台湾的音乐人马斯卡 走进了大陆观众的视野 这位曾经在2011年带领马斯卡乐团 夺下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台湾原住民 如今已在北京租了房子 近日他在北京向中心社记者 讲述了自己的大陆印象 马斯卡第一次到大陆是在2008年 当时的他跟随一个文化团队前来演出 奥运期间人潮涌动的北京 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好多人 好多脚踏车 然后 很多人 很多东西都好吃 然后 很大 当时马斯卡忙于排练演出 没能体验大陆其他地方 但想要尝试在大陆发展的念头 从此逐渐萌芽 我是很想试试看 介绍我自己的作品给这边的听众听 马斯卡的音乐风格以雷鬼为主 同时会混合多种其他音乐元素 更带有浓浓的台湾原住民风味 他认为音乐人既要学习国外的优秀作品 更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 我们自己文化一点也不输给外面的东西 那人家好的东西要学起来 那自己的文化也不要流失掉 我觉得这个是现代当下原住民 年轻人如果喜欢音乐的 可以去尝试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你听以前的鼓调啊 以前的传统歌谣 在那个时候那也是他们的流行歌 通过在大陆参加综艺节目 马斯卡不仅成功地推广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也交到了不少大陆的音乐人朋友 参加了第一档节目原创那个时候 我认识很多很多内地的年轻的音乐人 我可能到区区巡演 然后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 跟南京到杭州 可能不远就对我老说好远哦 对 我还蛮感动 如今马斯卡来大陆越来越频繁 他也越来越喜欢这里的生活 他告诉记者 大陆的许多事物都让他感到十分有趣 我也就开始喜欢的偶像 夏洛 沈腾 我觉得很好笑啊 我觉得这边叫外卖太方便 我就很喜欢叫 每次有事每次就叫东西来吃 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酷的一些很方便的一些 还有那个什么淘宝 就点一点就 哎 这个送到你家 你看哦 这个好好惊奇 然后就一直狂买狂买狂买 哎 我没钱了这个月 我很喜欢香菜 然后再来东北菜 东北菜也很不错 新疆菜其实也是不错的 其实云南呢 那个从我也吃 妈咋 很下酒的 目前马斯卡和Mr.Wu Hu乐队正在大陆巡演 他告诉记者 将来会把更多的工作重心放在大陆 也支持台湾年轻人可以到北京尝试一把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队 赞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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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我们 ini准备